高端疫苗施打第一天 花蓮地区有不少民众前往各个预约的医疗诊所来接种疫苗 当中不少都是20到40岁的青壮族群 而施打的民众普遍认为有疫苗就打不要挑 也有不少民众说要支持国产对高端有信心 高端疫苗施打第一天 花蓮地区不少民众一大早就前往预约的医疗诊所接种疫苗 这些民众普遍认为有疫苗就打不要挑 而且要支持国产对高端有信心 我喜欢高端 不知道 就没有疫苗可以打 没有疫苗可以打 对啊 你买新的吗 对啊 可以啊 莫德纳跟AZ都一直缺货 我想说打台湾制造 以后不会有缺剂挤破头的问题 而且也相信台湾的技术 就是有疫苗就打 大家都打提升群体的接种 这样对大家都好 而且快要开学了 就是我们赶快打对小孩也是一种保护 因为小孩没办法打 爸妈打了对他们也是一种保护 相信台湾的疫苗 相信国产 有打就赶快打 对啊 我愿意要打高端 爱国买 没有啦 开玩笑啦 就是想只能打 爱用国乌 为什么会想打高端 没有 就想要打高端 就想打高端 有信心 有 我本来已经预约AZ了 但是后来发现 这个日期快到 我就把AZ取消之后 再重新排队再排高端 有疫苗就打 有疫苗就打 那高端是特别选还是说刚好 刚好 刚好可以打 那你对高端这个疫苗感觉怎么样 不知道 可以打就好 可以打就好 高端开放预约施打 许多20到40岁的青壮年族群踊跃登记 大家都有共识要提高疫苗的覆盖率 加强全民的防护力 跟从这个中央防疫中心的指示 从今天开始23号到29号 连续7天从事高端疫苗的注射 那实际上高端疫苗是我们台湾 自己自立更生来生产的疫苗 在这个抗体中和效价上面 是超过AZ3.4倍 所以它有它的一定的效价 在这次采购疫苗过程当中 非常辛苦的时候 我们还是建议所有的这个民众 能够做好自身的防护之外 能够接种疫苗 所以高端疫苗是一个 可以值得信赖的疫苗 我们希望能够大家来接种 有接种的疫苗以后 本身有了抵抗力 那在这个疫情的控制上面 我们才更加有力 更加能够完备 由于高端疫苗的实验数据偏少 不少人都还在观望当中 但看到很多人愿意来施打国产疫苗 相对的增加了民众的信心 因此目前高端疫苗的预约时间 正开到8月24号晚上6点 预约完成者在8月27到8月29就可以施打 想施打疫苗的民众要保有机会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 谢谢大家